一天一晤 我们跟认识的每一个人之间都有一个户头 这些人包括了家人 朋友 同学 事业伙伴 甚至是你的security 隔壁的邻居等等 在这个所谓的账户当中 通常都是你欠我 我欠你的 如果有一方欠的太多 关系就会有危机 反之里面的存的越多 关系就会越稳固 即使偶尔发生状况 也不至于因此闹坏了大家的关系 这个户头就是所谓的情感账户 就跟银行户头一样 它可以存款 可以提款 每一次我们跟别人互动 如果不是在储蓄 就是在提领 那要怎么储蓄呢 非常简单 小到对别人亲切的问候 或者是一个善意的微笑 就能够为你存款 当你倾听朋友 父母或兄弟姐妹的话 或者对人说出赞美 知识的话 比如说 你的心发型不错 你做事很有效率 你又存进了一笔了 还有就是当你帮了别人的忙 或者原谅别人的错 也等于储蓄了一笔存款 如果你不张扬 不求回报 就会生出可观的利息 就像法国哲学家巴斯格尔说的 你希望别人认为你好吗 那你就不要把自己的好 到处对别人说 也许有一天 当你犯错或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 你的账户便会有很多的余额可以用 那这个储蓄 我们又怎么用掉我们的存款呢 最常见的就是批评跟抱怨 三不五时说教 听久了就变成啰啰嗦嗦 很容易消耗掉情感的账户 连亲戚朋友都可能会疏离你 甚至反目 再来是不守信用 你有没有碰过总是食言的朋友 他们说要打电话给你 没有打 答应要帮忙 却忘得一干二净 几次之后 你就开始不再相信他们了 同样的 你对别人的承诺也一样 假如你说 我十点之前一定会回到家 或者你说 我一回家就把那些做好 可是你没有做到 几次之后 别人也不会再相信你 其他 消耗我们所谓的情感账户的事项 还包括了那些自私自利的行为 只想着自己要什么 忘了替别人着想 当然就会消耗你的资本 有人尽力挺身为你做了件好事 可是你却认为理所当然 没有表达感谢 更糟的是 你把别人给你的方便当随便 得寸进尺 这样你的存款很快就会用光 如果你深入去看情感问题 其实很多都是账户过度提领造成的 感情一旦陷入负债的状态 而且还不断透支 就会被推入破产的边缘 最后重盘清理 所以我们平时要多存款 如果账户没什么钱 不要气馁 从今天开始 对人千功有礼 多关心身旁的人 得饶人处且饶人 更不要忘记要信守承诺 回馈那些对你好的人 提领之前先储蓄 不要等到用完最后一滴油 才赶着去加油 人对人的想法 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对自己的想法 因为妈妈从很冷的地方回到家 常常不由自主地给孩子添加衣物 爸爸刚运动完 满头大汗 就会急着给孩子脱衣服 肚子饿的时候会趁孩子多吃一点 吃太饱难受 就会痛斥孩子不要太贪吃 觉得自己太内向 就担心孩子不够活泼 遗憾自己没多读书 就特别重视孩子的课业 我们很容易会把自己的感觉 投射到别人身上 有些人很难信赖别人 其实是把自己不值得信赖 投射到别人身上 一个经常信口开合的人 就会怀疑别人说的话 常常背后说别人闲话的人 也会怀疑别人在背后说他的坏话 常常心怀不轨的人 对别人也会疑神疑鬼 所有故事 有几个小偷一起去偷东西 当他们把偷来的东西 全部都交出来的时候 准备要分赃的时候 却发现少了几样 于是他们环顾彼此 看来看去 其中有一个小偷忍不住说了 难道我们里面有小偷? 小偷总会认为别人是小偷 因为他只了解自己 这是他唯一了解别人的方式 当你看到某人脸色不好 你认为那个人是不高兴 或者是故意给你脸色看 但如果换到从别的角度 来体贴设想的话 他可能是心情不好 或者是生病了 为什么你不选择 从好的角度看呢? 是不是因为 当你不高兴的时候 你也常常摆脸色给别人看呢? 你约了某人见面 他说刚好有事 你会怎么想? 你可能会认为 那个人说谎 可能只是找借口 因为当你不想跟别人见面时 你也是这么说的 对吗? 有些人很敏感 总是处处留意别人的观感 只要有人三五成群 窃窃私语 他就会神精致地认为 他们在讨论自己 如果是对方偶尔发出笑声 甚至会误以为 他们在嘲笑自己 如果不是自己自卑 别人的嬉笑怒骂 怎么会这么轻易就刺痛你呢? 如果不是自己 早就有猜疑的心 对别人窃窃私语 怎么会听出弦外之音呢? 除非你信任自己 对自己有信心 否则将不断投射你的猜忌 到作为的人身上 你对别人的想法 都来自于对自己的想法 那就是为什么 当你烦心的时候 看谁都不顺眼 下一次 当你提到别人 审判别人 或怀疑别人时 要了解你说别人的话 其实是在说你自己 可能观点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当你意识到 那是自己的投射 可能你就会反过来 看到自己 进而改变自己 一天一物 入入入 出入 出入入来 出入永 Person 스�来自 攀 入 出水 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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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